這個鬼月逢星期一的晚上就會有番本66出現 為什麼會有番本66和我們一起度過農曆七月鬼節 因為大家都知道你也有很多這些靈異經歷 也最近就埋手創作一些驚嚇的小說 好像我手上的這一本 如果現在眨眼看 你只能看到整個封面是白色 只有我最害怕的小強 你送給我 你是不是贈慶我這陣子真的為了家裡的小強 搞到我的精神分裂 你真的搞成這樣東西給我 不過有些讀者都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因為現在又下雨 其實你對他多些研究反而會克服到的 真的嗎 是嗎 我不用的 你知道多些他的身體結構就會不怕 真的 我以前也害怕的 你有研究嗎 有 因為怎樣畫 你真的不是拍照出來的嗎 不是的 你真的畫出來嗎 真的畫出來 你有研究研究嗎 對 看到有蟑螂屍體就走過去拍 拍完之後就跟著這樣畫 你明白他的身體結構後 你其實原來沒那麼害怕 不是吧 真的 很奇怪 沒有那麼害怕 還有很多人越見得多 那倒是 靈異的都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 你聽一聽 見一見 你習慣了 可能是怎樣說 你面對他 所以你就多看一看 要拿著一本書 好 好了 今晚開始會聊一下 因為首先就是第一次 這個鬼月再上來 當然會先聊一下 一些關於農曆七月的東西 預蘭節 預蘭節 預蘭節的東西先 有沒有真的在農曆 這個月份是特別見得多的呢 其實我不是的 其實跟我家人有關的 都是關於是 預蘭節的 可能集中了在那個 焦點在那裡 就會容易一些 有些奇怪的事情發生 好啊 那不如來吧 好啊 好啊 其實這件事 我們一開始都不知道 是跟七月節 鬼節有關的 中國的 事源就是我哥哥 他那時候已經十幾歲 你知道很久以前 不是很流行的學師 他做學師就是做電器 剛剛那個時間 就是過了農曆 至7月14日 沒多久 但仍是七月 對 仍是七月 他有一天 很高興地 拿了一盆吊燈回來 很大座 我們覺得很奇怪 做事的時候 會突然拿一盆吊燈回來 我還記得 那盆吊燈是很大型的 其實我們那時候住的屋邨 你知道很窄 而且樓底也不算高 但那盆吊燈是有五頭吊燈 即五個燈膽 但新還是舊的 我們以為新 但是是舊燈的 我哥哥就說 是有人 拿去他們的電器店 弄 弄完之後 但沒有人來拿 一直都沒有人來拿 一直都沒有人來拿 老闆是好人 你弄了 用得了 那就拿走 其實沒什麼 對 拿回來後大家都覺得很厲害 因為住屋邨通常用光管 怎會用吊燈 那盆吊燈我還很記得 燈罩每個都有這麼大個 是磨砂白色玻璃 罩著的 而每一個燈的下面 都好像水晶水滴 這麼長一個 我明白 就吊著 起碼有十幾個 其中有一個是沒有了 我還很記得 我媽媽故意去燈飾店 大型那些 就想去配 真的被她找到 原來才看到 原裝燈的價錢 是價值不菲的 當年幾千元 等於現在的好幾千元 當然是很棒 又可以用得 又不用錢 真的回家安安了之後 可以用得 非常開心 你知道當年的環境 你家裡有少許東西轉變 或者家居轉了 只有很多人去看 隔離鄰舍都有人來看 其中有一個是男人 是我的隔離鄰舍 她就覺得自己 說她是 懂得少少懸學的東西 接著她說 嗯 五頭燈 住宅不應該用 就是她這樣說 她說 你又不是做生意 總之不好 不要用 有這樣的說話說 但我哥哥當然很生氣 可能你妒忌 那我沒有理 就照在家裡安安 很開心 大概一個月左右 其實這件事是後來大家再說 那就是在我爸我媽身上 就是輪流的 他們兩個 有病嗎 不是 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忘記了哪一個開始的 就是聽到有人好像聊天 是耍耿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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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 他們兩個其實都輪流的 但都不知道 都是以為街外有人說話 沒有理由拿出來說話 大家都沒有說話 好了 再過了一個多星期之後 其中有一天我們回學 有一天 眼耿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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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 隔了不久 又掉了一個下來 又是爛了 沒辦法丟掉 這次跟我媽媽煮菜的時候 切到手 開始應該要醒覺了 因為我哥哥有前科 我上次也說過 我哥哥撿了一些唱片回來 是否出事 我又如蘭芝 偷我的公仔回來又出事 你的公仔很記得 兩件事 其實我已經很有經驗 其實早就已經醒覺了 但也沒有懷疑 因為他說的來源是沒有問題的 我哥哥說的 我爸媽當然是追問我哥哥 我哥哥說 其實你們為何會這樣問我 他想追問是否真的你拿來弄不要 然後你就拿走 然後最後找到答案 我現在後期才知道 原來當年盂蘭勝會 如果你有去過 特別是潮州人做的那些 我知道了 你知道 可以投回來的 是的 我當時不知道 原來他說那些 因為潮州人大部份是經商 又是廠家 又是米店的老闆 他們就會捐一些物品出來 用來被人投 他們投到那些善款 就是留下一年用來做經費 繼續運作 原來這盞燈 他們說是叫風水燈 我哥哥就看到別人在盂蘭節 有人投了眼神 所以舊的就拿出來 用來扔的 有一些是壞了的 我哥哥真的做得到 可以用回 但是其實 我不知道他的經手 是別人不要 是否因為 百分之一百 是因為眼燈 用夠了 我換眼神 我不知道是否這樣 總之這盞燈 他就等於撿回來 還有某程度 和喻蘭是有關的 是 這個問題 我們大家 談開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其實別人用的東西 就是用來留下 拿到善款 就留下 明年經費用 但你就好像冷手撿過熱尊堆 你完全沒有做過什麼 你便拿去用 但又不是這樣說 第一 他放在那裡很久 都沒有人拿來用 或者拿走 原來不是嗎 不是別人拿來 是別人扔的時候 他拿了 我明白 即是他把故事改編了 家人沒有追究 就像唱片上次那件事 他又是撿回來 又是有問題 所以當這件事知道後 當然是便宜了 不敢再用 都不會再掛在家裡 你又開燈又 如果再跌的時候 就不知道有什麼事再發生了 然後之後 我哥做的好事 他就列入黑名單 之後這筆東西拿回來 都要審視過才可以 看看用不用 之後又沒有事了 之後又沒有事了 真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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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你剛才所說 有個鄰居說 什麼五頭燈不好用 是的 有沒有發現到什麼原因 他們說風水的 風水學上高 有1 2 3 4 5 6 這樣有分 是的 因為燈通常是放在中間 是的 如果這麼巧 我只是假裝認識 我聽過是這麼說 因為五數是不好的 因為五數等於五黃 就是風水的五黃是不好的 正正如果放在中間 就真的會影響屋主的 有這個情況 但是關不關事 是住宅 或者做生意的店 會不會有分別的 這些不關事 這個純粹是 承認的數是不好的 即是他未必知道 跟靈界有關 但是他從一個 玄學術數 這個五字是不好的 所以可能 我不知道現在 有沒有真的不是五頭 還是有些是六頭 可能會比較好 或者現在減低了五頭 會不會這樣 所以建議不要用五字 因為如果五 再加上燈 那就是令到那個 不好的東西 能量發大了 就是這樣 始終有一頭壞了 只剩下四頭 會不會這樣 也是 始終有一個五頭 是的 形態上是這樣的 都是這樣 我猜是他有這樣的意思 那可能他真的懂些東西 是啊 所以 第一就是他認了數 第二就是 從那裏拿回來 我們覺得是有些問題的 我覺得不止是 否則就不會聽到這樣的聲音 這就是剛剛 想起跟羽蘭有關的事情 我也去分享一下 因為我剛剛星期六 就在吉隆坡回來 當晚就要去 一個魚蘭牆地拍攝 就是ViuTV 我們下星期一集 其實就搬到外景 出去一個魚蘭牆 就在九龍城 一個魚蘭牆地拍攝 很大的 九龍城那個 對 剛剛他初一就開 那天 我們就在那裏拍攝 整個節目現場在那裏拍攝 其實我們十點鐘 就叫時間去化妝 我想說我弄髒 其實我不用弄髒 都要的 挺靈異 對 我習慣了化妝弄髒 好了 還是我不用 別人要 但一邊等 等到十一點多 那些 零零茶茶 即是法事做完 我們才可以拍到 一拍攝就下雨了 對 整個晚上都沒有下雨 一邊等一邊等 一拍攝就馬上下雨了 那就馬上要 唉不要了 還是大家拜神 你沒有拜神啊 我自己是有的 但沒有說個個都有 沒有說監製 或者沒有說導演 大家一起去拜 就沒有這個意識 就沒有了 但是一看到這樣 嘩不順也不行 唉不要了 去總壇拜一拜 彈求順順給你 對 有些是這樣的 還有當晚我好像也拍了少許的 嘩 有沒有看 有 我其實上臉書了 不如趁免費時段 大家也可以先看看 我覺得這幾張相片 其中一張 因為我也是連拍的 會不會是 對號入座了 那我又不知道是不是 會不會要看一下 看一下 有一張 我就覺得 拍完這張 然後我就覺得 嘩 難道 你說很少看到的 這張是人都看到的 不過是這樣的 我投射出來 大家都未必看到 那些人都說 哪裏啊 哪裏有啊 其實呢 我就 你有沒有揭到謎底 我現在揭 這張就不是 這張不是那麼清楚 這張也不是那麼清楚 應該是第三張 這張 我拍完這張 我也會寒一寒 大家可以集中火力 看看右手邊 最右手邊 很大個頭 對嗎 是啊 大家應該看到 很大個頭 拿個Mouse圈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對號入座 我有個美人彈 你見到美人彈嗎 我一看到 有兩隻眼 有鼻 有口 側面 當然 大家都會覺得是像 但我就寒一寒 因為當時還沒拍的 我就知道他正在燒東西的時候 就特地去火爐拍攝 因為他其實已經是一邊燒的 那些製品就拿去火爐燒 那我就特地去 但其實就不是你們拜神那些 不是你拜神那些 不是 不是 是他們做法事的時候 沒錯 本身是他做法事 那我就特地去拍攝 這樣也被你報到 不知道是不是 我還沒正式問高龍人士 但講了相片 另一張 我還很記得 除了兩年前在和俠石 我拍到一個很高的人 是的 那個 其實還有一張都真的 這張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有一位明哥 他專門去漁蘭場地拍照的一位朋友 我記得兩三年前 他有分享過這張照 嘩 地點是在沙基灣的一個漁蘭場 剛巧有一個師傅在做破地獄的法事 好了 就在一個聖入 聖入骨子的中間位置 看到了嗎 但我看到有頭 看到有頭嗎 看到有頭嗎 對 其實也有頭 你可以放大一點 我不知道大家看過這張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你今天看完都不敢睡覺 很明顯不是實體 不是啦 很明顯不是實體 對 不是實體 整個比例都不合人的比例 很高 很高 還有呢 穿著好像官服 這下才震驚 對嗎 看到我 像是 還有是長袍的 有高的劇 古裝鞋 根本不像人樣 你看 看到了 這張很厲害 我覺得也像牛頭馬面 你想想 跟旁邊的驚探生 對 那個比例 高很多 完全不一樣 當然 你比師傅當然不一樣 因為師傅近鏡頭一點 高很遠 距離又不同 但也高 而且它是透明的 對 在近火的位置 其實已經很清楚了 即是它跟那個欄杆 互相有透明之間 對 好像穿了 很厲害 這個是很厲害的 這個會發惡夢 還有你想想 它的儀式就是破地獄了 這麼巧 對 這麼巧拍到 這些事情 有時候真的不到你不相信 對吧 這個真的是 逼真到暈 逼真到暈 其實要去燒街衣 其實很大陣仗 差不多舉家出動 對 因為又要帶製品 香竹 衣紙 所以我們就算是街坊 都會差不多時間吃不飯 沒多久 都會把東西都搬 我們旁邊有一家人 是魚販 即是賣魚 她的媽媽就跟她的子女 她有七八個子女 幫忙搬東西到樓下 他們就燒街衣 這件事就是她說回我媽媽 我媽說回我們 當天晚上他們去燒街衣 當年好像擺陣一樣 在路邊 有些酒杯 有筷子 然後有一堆製品 排開了 然後才到燒衣正式的環節 她在收拾東西 已經很忙亂 那一刻她的子女又不認識 她就站在後面 幫忙搬東西之後 她在砌陣子的時候 她的眼尾就看到有隻手 伸進去攪拌制品 然後她就以為她的子女 眼尾就是這樣 其實她已經做到生氣了 她想快點攪拌回去 然後她就渴望 別搞了 壞兒子 說了一句 然後她的子女聽到 就在後面回答她媽媽 什麼事啊 然後她就回頭 回頭 就在另一回頭的那一刻 她看到一隻手 是大人手 一定不會是她十幾歲的子女 是女人手 是半透明的 去到這個關節位置已經沒有了 是 然後呢 她當然知道什麼事 你還要渴望她 你根本下落的目的就是給她 你還要渴望她 嘩 馬上聲音也不敢 然後就沒事 她的子女在追問的時候 嘶 然後就繼續收拾東西 繼續在做 那隻手還在 沒有了 很快 很快 一眨眼也沒有 不會太久 其實可能只是給你知道 或者她真的 心急太多 你都未上香 或者未點香足 已經 她已經 很緊張 其實我覺得是鬥爭的 真的不知道 但是她們說 有些是要寫名的 蛤 寫給誰 譬如她說 這裡 好像我媽媽的經歷就是 以前譬如 你住在向東的那邊 是 那你一定要回到東的樓下的那個位置 你是不能去到別的地區 哦 會這樣嗎 因為我媽媽那時候就是試過 是 因為那天多人 是 那你這邊沒有位消 那你還是趕時間 沒有理由越來越晚 那她找到另一個方向 就不是我們對住的那個方向 去了另一邊 那一晚她燒完之後 那一晚回家就發夢 然後人家就有整班 好像爛生爛世一樣 咦 好像聽過 是啊 然後回來跟她說 在一個夢裡說 我們收不到 你不是燒這邊的 是呀 是呀 她說我們拿不到 然後嚇到第二天 立刻再補回買些東西 去回我們原先的那邊的位置 我們屋向的那邊位置去燒 那也不是寫名的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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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說是孤雲野鬼 那又沒有名字 是一個地區性問題 是一個 可能你連年都燒 其實他們都 見慣是你的了 或者她根本就是你周圍旁邊 附近那些 已經認識的 一向都在那個位置 那些可能是村民 她可能是病死了 還是怎樣 都在那個附近出沒 我覺得會有這樣的可能 否則怎麼會你發夢 會這樣 如果你說心理作用 都不可能 這麼巧這一頭心理作用 晚上就立刻發夢 然後再補燒就沒有 不會心理作用 你打算燒完一次 你不會再燒 大哥 你不會經常想 不如再燒多一點 不會的 搞完一次就走 那是 所以原來真的會這樣 我記得好像 有人說過 這件事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你去哪裏 其實也不只是我媽媽 她的朋友都試過 都是一樣這樣說 我收不到 要求會叫你再繼續 是 所以也衍生出來 我們都說 如果真的是燒衣 我就不建議帶小朋友去 其實也是 其實太小 不是的 那時候真的很多人都是這樣 對 又沒有理會 沒有理會 你知道以前那個年代 不是訂閃子 去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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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那就是 那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出事 但我沒有收拾 我不夠膽 聽媽媽說 就不會再收拾 不過說真的 現在是少了人燒衣 我已經幾天 我都不是很看到 一兩檔 我看到 但我也很想有一件事問 現在可能是潮流的趨勢 是否連燒衣也流行減藥 我真的很想問一個問題 究竟有沒有用 因為我是星期日 在樓下 一開電梯門 有一個人捧著東西 走出來 那我就知道他去燒衣 但好像我剛才說 以前你要拿很多製品 有花生、豆腐、芽菜 還有一些好像 七色紙的東西 對 最重要是有些燒酒、鴨等 類似這樣拿去燒衣 是燒衣 用的 但我看到在樓下 出來的那個人 拿著一盆東西 是全部做好了 盆都是紙做的 酒杯也是紙做的 筷子也是紙做的 連花生都是拍照出來 是呀 是整盆那盆東西都兇了 沒有東西是真的 整盆東西 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那他就拿出去外面燒家衣 連這些衣紙是真的 那又沒有不行的 我們燒的給先人 那些都是假的 那他就方便很多 你不會燒新衣服 就好像你去快餐店吃東西 整盆都塞了 我覺得家裡看了呆 第一個反應 其實我想說 這個是不是人 拿著這個東西 但他後面的太太 跟著他拿著衣紙 應該不是人 應該不是那樣東西 那就是人 如果人現在輕到可以這麼簡約的 這麼輕鬆 那這樣就好 那我就想問一下 你可以問問那些師傅 就現在問 其實有沒有效的呢 我就是不敢說沒有效的 那如果你燒給先人的 那都是假的 那些都是紙的 但是你花生 他很辛苦 才等那天來試一下那些味道 或者聞那些味道 可能是有兩個不同的層次的 因為他有香竹也是假的 香竹也是假的 是呀 捲著在那裡插在那個 就是整個盤 那你真的沒有見過 我也是第一次見過 假成這樣的話 我也是第一次見過 我開始以為是爐作 那你不要燒 那你不要燒 簡單到這樣的話 是不是 那我真的很想知道 其實這個是不是一個生意門老 好呀 我沒有見過 我可以問一下 我第一次見過 我明天就去醫治部問一下 你問一下又沒有 因為可能他們全部都是自己弄 我就不知道 是 創意的 這些是創意工業之一 是 但是這個這麼認真 不像是玩的 是呀 你還要是真的 農曆七月拿去燒 但分分鐘更貴 我覺得 更貴 比你真的買那些花生 花生 麻菜 豆腐麻菜 可能是這樣 OK 挺好的一個話題 大家有沒有人回應 關於一些燒衣上面的東西 農曆七月節 有什麼特別的禁忌之類 待會都可以再聊一下 預告了 由今晚開始 每逢星期一 就是這個鬼月 回到六十六就會上人聊天 還有帶一些挺特別的東西 因為呢 在之前 你們已經做好了一些挺特別的東西 就是一個鬼故事 但是包裝成 裡面有一些動畫的東西 一半 一半動畫 將會在12點半打後的恐怖多點 就會看到 即是說六十女自己演繹 這個個案 然後就套了很多動畫 一些影像上面的東西 沒錯 去看一個故事 是不是 今天這個是說什麼 這個七指每度 七指每度 七指每度 跟七月節都有些關係 對吧 好 OK 待會回來 如果來付費一旦 就會看到這個 挺好看的一個個案 關於七指每度 當然 今晚也希望大家 繼續留意我們的節目 想看下去的話 立即可以參與我們的月費 的話 上去emmanpun.com 又或者去我們BIGI的手機 裡面靠買月費都可以 好啦 回來 歡迎你的電話 也繼續 還會有聽到恐怖電郵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一點半到凌晨一點 恐怖在事